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马来西亚的选民,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明宗, Jimmy Deo 我最近跟我的老师很兴高采烈来跟我分享一个东西 他看到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 但是我讲啊,老师我看不到 因为我看到的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 但是他就跟我解释 他说,你不要看今天的马来西亚 也不要看今天的政客 因为你只是看到今天的,你就会很失望 你要看明天,明天就是20年后的马来西亚 你要想象,要相信 如果我们大家看到相信,有去做 我们一定会达到,就是说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 只不过现在不可以 为什么呢?我们研究 研究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世界上这样糟糕的国家呢? 这样失望呢?老实说只是一个问题 腐败的政客造成的 那么腐败的政客造成的,这个问题啊 是腐败的政客造成 我们一般上,他说我们就失为,就失为啊 我们一般上我们是会,我们一直看着 就是说每次一直就是 投票,投票 就算了啦,就以为就有好日子过 每五年就投一个票,好日子过 但是每五年投票过后,就是很失望 很失望,又很生气,生气又生病 那么老师告诉我,他讲 我们要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 另外一个角度,mindset 另外一个思维来看我们的未来 怎样看? 他说,那个解解方案在哪里? 是在2300万 聪明啊,记得聪明 我们以前啊,以前60年来啊,所投的票 我们每投一次票过后,我们就认为啊 我们就有想到好像自己好像很笨这样啊 或者是被骗了,被骗了 我们就是不聪明了 现在我们成为聪明的显明 怎么怎么成为聪明的显明呢? 就是要新思维咯,新方式咯 如果我们成为聪明的显明啊 就能够,如果会同心合力啊 爱心,用爱心来救过 老实讲,要用爱心来救过 不要去给其他的那种啊 那种种族啊,宗教啊 那种穿裙啊,又穿裤啊,那些啊 那些问题啊,不重要了 重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 目标,我们的这个梦 我们的梦在哪里? 那么,我们的梦是什么? 我们正在寻找一位 陈氏,就是说honor 陈氏并且有 Brakoban dan Brakemat 精神的首相候选人 和22位部长 以示现马来西亚 在2047年起的成功 Brakoban dan Brakemat 就是说,愿意牺牲 愿意服务,为国服务,为国牺牲的精神的首相啊 不是贪污的首相 也不是贪污的部长啊 不是那种贪污的政客啊 不要做政客,政客是贪污的 要做一个城市跟愿意牺牲,愿意为国服务的首相 这个才重要,我们可以找到的 老实说,可能有一天啊 是你的孙啊,你的儿子啊 也不一定 因为,为什么呢?你在教育他们 你在每一天在教育他们 每一天啊,记得啊 那么,第一步你应该要做的什么? 每一个人启发 我们的目标,要启发600万的选民 成为一个新政党的会员 那个新政党还没有出来 现在做这个学习啊 学习,practice啊 practice啊 学习就是你先like我的tiktok 跟like我的facebook 如果你like得到呢 还有我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如果like得到呢 like到我们600万 那么我们就做第二步就是成立一个新政党 那么如果我们有600万的会员在那个新政党 你想象一下 你看啊 我们在做 我们做到什么事情 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 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党有600万选民 第二 第二啊 我们已经 已经向那些政客啊 发出什么 这600万选民已经向那政客发出强烈的警告啊 你不要跟我 不要当我做 当我做啥子啊 这样子啊 你看啊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只要一个 啊 团结 去 进步的国家 啊 团结去繁荣的国家啦 我们要一个团结繁荣的国家 就是这样简单 啊 我们要的 我们目标 啊 目标啊 要很明确 那么 那么 我们应该这样做 老实说 老实讲的 每五年 有1825天 每一个人 每一天 最少要跟一个人讲一句好的话 我们有一个 啊 老实也有一个 也要有一个纸条啊 你很容易讲的 照这个纸条讲 啊 你跟朋友讲 就是了 给他看 啊 那么我们要的就是 先 先like我的tiktok 跟我的facebook 啊 而且我们要在 家庭开始 而且是每一天在家庭 做 温习啊 practice啊 每一天温习 跟你的孩子讲 哎 孩子来我们来研究一下 怎样成为 怎样把这个国家 啊 啊 建立成了一个 一个 最优秀的国家 啊 天天这样讲 啊 那么照着当子跟他讲 啊 啊 从七岁的 我老实讲 他能够看到 从七岁就开始 就 就要教育他们了 啊 从家里开始了 每一个人在家 你想象一下 如果每一个人在家 每一天有讲这个啊 1825天 每一天讲 而且你每一天 又跟 跟朋友亲戚讲 每一天讲一个 你就讲了 啊 讲了1825回啊 啊 那讲了25回 就是10%啊 你 你五年里面 你就找的 你就已经鼓励了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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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啊 一百八十 五个啦 一百 八十 多个啦 一百八十 个啦 最少只有一百八十个 你看到吗 所以说啊 很重要的啊 你每一天 教育是每一天啊 啊 教育不是靠学校啊 觉得 教育是每一天 OK 那么我们 从教育那边开始呢 就能够得到啊 改变这个文化 我们要的是啊 啊 这个 城市跟啊 城市跟愿意牺牲 愿意为国家服务的精神的首相 记得大家努力 第一步 跟每个人讲 叫每个人like 然后我们才来第二步 OK 跟like我的 或者like我的 我可能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团队 慢慢来 我们再做做 OK 谢谢你们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yway, now please subscribe if you haven't done so and please share our videos far and wide. Terima kasih. Wassalam. If anything in this video resonated with you, be sure to like it, share it with your friends, leave a comment, and as always,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subscribe. 谢谢观看